我跟她在一起已经快一年了 最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在同一个城市 一切都特别好 后来我就去了南昌发展 我们就开始了异地 就突然觉得一切就变了 因为工作的原因呢 我们见面次数呢 也特别特别少 重点是我觉得她现在 特别特别地不了解我 该关心的地方吧 她永远都关心不到 不该关心的地方吧 她又特别紧张 疑神疑鬼的 我不知道她天天在想什么东西 最近我们已经有 两个多月没有见面了 我们是每次一联系就吵架 我不知道如果 继续这样下去的话 我们的感情 是不是就意味着要结束了 女生说 你给的我不想要 我要的你又给不了 来 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桃24岁 来自江西活动主持 女嘉宾小周23岁 来自安徽活动主持 来 有请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啊 小片说是异地是吧 对 谈恋爱多久啊 谈恋爱差不多快一年了 异地了多久啊 异地了快半年了 怎么认识的呀 就是我跟她都是活动主持 然后有一次我们两个 一起出活动嘛 然后就互相加了个微信 就是因为我们两个同行嘛 就是有一些工作上可以交流 然后后来发现 兴趣上就是也比较相似 我跟她都挺爱吃的 为什么异地呢 异地其实是我的原因 因为我 我们之前都是在九江的 我大学是在九江读的 然后她是九江本地人 然后我们是在九江相爱的 到之后的话 因为我毕业了嘛 我想南昌毕竟是省会嘛 可能各方面会好一点 我就去了南昌去发展 去了南昌之后 就是刚开始可能还见一次两次 后来就是越来越少 就包括这两个多月 我们都没有面对面过 就每次打电话就是冷战吵架 就从来没有好好说过话 所以你认为这是异地带来的 情感上的困惑 是这意思吧 对 但是小片里也说了 就是她给你的很多东西 你觉得你不是特别喜欢 是吧 对 你觉得不该关心 比如说是什么 比如说有时候我会去 跟朋友一起出去玩什么的嘛 她会就是很紧张 多疑 比如说我看个电影什么的 她说你不能这么晚出去 我觉得没有必要管我那么多 但你知道有一次 就是我慰言了你知道吗 我都就那么痛苦 就是我没有给我父母打电话 我给他打电话了 然后你知道她怎么去说吗 她说你怎么就慰言了呢 你怎么能慰言呢 就我打电话给你 我是想寻求你等安慰是吧 她就什么都不说 就是你哪怕跟我说 你喝杯热水也是好的吗 她不说 她就一直在问我 她说你怎么就慰言了 就问那种 我觉得可笑的话 你知道吗 她平常她看电影 我真的没有说过 她那次是这么一个情况 我给你讲一下主持人 她那天是首映你知道吗 首映都是十二点钟 我就说你去吧 但是你看完了深更半夜 人家俩小姑娘在路上 是吧 万一遇到坏人 我就说你看完电影 你就直接回家 你到家打个电话 给我说一声 报个平安 然后结果呢 我在这等 等到三点多钟 她都没打电话给我 我就给她去了个电话 她就说 我这边我在跟我朋友吃宵夜 我要打电话 你准备那个事 我这边把电话 我这边怎么没打电话 都不想出来了 到那真的 我那边 我可以打电话 就不打电话 我就是我 我说不受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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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那么痛的时候 他就是根本就不管我 你知道吗 就打了个电话就算了 就打了个电话 就打了个电话就打了个电话